芝士才能吃 芝士 刚才你说的芝士 马苏里拉芝士 它是必须要经过烤制了以后才能够吃的 对 烤完之后它就非常香 拉丝不强行奇特的拉丝效果 对 其实我们在市面上还有一种 芝士可以现买回来现吃的 也是非常的香的 芝士片 但是这种芝士是经过烤完了之后 它香味更浓郁了 对 会把所有的味道给中和起来 为什么要会选择芝士和沙拉酱放在一起呢 这是我自己一种创作 这也是你自己的一种创作 你会觉得它这两种味道更好地能够融合在一起 对 这是为了把面包的香味 还有刚才那个沙拉酱 其实可能本身这个面包就没有太浓郁的那种香味 加上我们加上这个辅助的材料之后 会让这个面包变得更加的香 对 然后这样装好之后可以进烤箱了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 进烤箱 把棍儿我们先把它进烤箱 好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东西拿进烤箱 好了 经过八分钟之后 我们的黄金法式面包就已经烤好了 我想在这里问一下 就是大伙子你说 在这个烤箱之前应该有一个预热的过程 预热过程 预热多长时间 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 然后温度我们要调到多少 220度 220度 八分钟 八分钟 现在我们的这个效果就已经是这样了 烤的金黄色 对 我们现在可以先把它装盘吗 装盘 对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就是我们的这个汉姆还没有用 对 汉姆 那汉姆如何来使用 切碎 撒在上面 切碎来撒在上面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汉姆 应该是随意切都可以吗 随便切碎点 切碎 对 就是均匀的撒在上面 均匀撒在上面就可以了 随便撒一点 装饰一下 汉姆它这个下面热 受热一下 它撒的一种香味也很特别 好 然后呢 汁士粉撒一点 汁士粉 对 这个是必不少的 必不可少的 对 汁士粉也是让这个香味更加的浓郁 然后点净一下 好 现在我们这个黄金法式面包就已经完成了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它的制作过程 黄金法棍面包 原料 法棍 鸡蛋 生火腿 调料 沙拉酱 橄榄油 马苏里拉芝士 盐 胡椒粉 做法 锅里加水煮开 下入鸡蛋煮熟 可以加入一点盐和醋 捞出浸入冷水 取出就能很方便地去除蛋壳了 剥好的鸡蛋剁碎 加入沙拉酱 盐和胡椒粉 充分搅拌 备用 法棍切厚片 抹上鸡蛋沙拉酱 撒上芝士碎 烤箱预热220度 将面包移入烤箱 烤至面包焦黄 大约8分钟的时间 最后撒上生火腿片即可 奶酪中含有钙 磷 铃 链 等人体必须的矿物质 由于奶酪加工工艺的需要 会添加钙离子 使钙的含量增加 亦被人体吸收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那这个电视间的观众朋友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能够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 我们的联系方式和热线电话 就在我们的屏幕上了 大家可以快快拿起电话 进行拨打 我们会从每天拨打电话的朋友当中抽选出五位 送出欧立微蓝提供的特级出炸橄榄油 这个橄榄油也就是我们刚才做这个调料的一种 非常的香 好了 欢迎各位快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在这里要感谢大胡子给我们带来了一道非常美味的小点 那么同时感谢大振友及整体厨房对本节目的支持 以及欧立微蓝特级出炸橄榄油对本节目的支持 谢谢 下期节目再见了 谢谢 拜拜 不可错过 明天型男主厨小于又一道让人惊呼的西餐料理 肉酱千层面 不可错过 不可错过